成见的最新画面 火锅好手在东京奥运取得亮眼成绩 昨天知名金控集团 特别为长期赞助的选手们 举办献象庆功会 吸引了超过12万人来献上观看 包含了郭信纯 潘振从 以及杨永伟等等 大家都来分享自己多拍的喜悦 另外金牌宇宙男双王麒麟 昨天晚上出关了 从防御旅馆回家 至于今天生日李昂 也透过直播分享金牌之战的心情 有不遗憾 有什么好遗憾 对着镜头深情献唱 柔道国手杨永伟 不只是运动好手 还大方展现歌唱的才华 其实是非常的开心 也非常荣幸能够为台湾 躲下第一面奥运的金牌 那其实到最后就是跟自己的比赛 主众好手郭信纯 也在直播镜头前分享多金的心情 不过同样是金牌选手 宇宙男双林洋佩 第一时间似乎无法像郭信纯一样断定 没有想过是我们两个 我们两个就互相想太扯了 居然是我们两个 怎么可能 而高球好手潘振从 则是透露自己在球场上好运的秘诀 第一天打不好 那我们就吃点别的 想说转运一下 就想说那就吃鰻鱼饭看看 然后就连续吃了四天 冬奥选手凯旋归国 防疫期间也难得透过直播 分享私底下的另一面 吸引12万人同时观看 不过王麒麟先一步检疫其满 离开防疫旅馆回家 还遇到新竹的球迷特地北上 只为了跟偶像合照一张 休息之后再出发 迎接下一个挑战 很开心结束了 谢谢大家 是哦 那有没有特别 今天李洋生日有没有打给他了 他睡着了 就不知道说生日快乐这样 华西新闻最后报道 谢谢大家 大家关注 再见 我慢着 你 你 我很 我 你